Hello,我是零零 你今年看了几本书呢? 零本,十本,还是一百本? 今天是一集书籍分享 有生物,小说,人类学 还有一本非常不错的生理书 点个关注,再三连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先来点轻松的 我想给对大自然有观察乐趣的朋友 推荐几本漂亮的图册 第一本是牛津大学终极昆虫图鉴 第二本是国家地理的珍稀鸟类全书 这里面的每一张图都能够让你感受到生物之美 为什么我要介绍两本 就是很快可以翻完的图册呢 主要是我们几乎不可能 这么近距离地看这些鸟类和昆虫身上的细节 哦,原来甲虫身上的光泽 放大以后看是那样的丰富多彩 原来它们背上有那么多的小坑 还有一些你看不清的绒毛 看这种图册仿佛就是你好像变小了 你进入到了它们那个微观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巴黎孔雀蝶翅膀上的颜色 就像一格一格的像素一样 不假的处区就是一节一节的 就是当你仔细地观察过昆虫身上的每一个零部件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它们之间这一点点的差异 和它们的生存环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而这本真心鸟类全书 它会把不同的鸟的爪子啊鸟会啊翅膀啊羽毛啊 放在一起对比 你能不能看出这个鸟是以什么为实的 你能不能看出它的飞行特点是什么样的 这些来之不易的高清图片能够给我一种 就是早期博物学家的视角 它们应该也是这样 就每天对着标本或者是活体 然后洞察大自然的吧 我觉得它们都好美哦 那如果你不满足只是看图 你还想听点故事 那你可以看这本海洋奇迹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章鱼那期推荐过 我的章鱼老师这本纪录片 这个相当于是那个纪录片的一个番外片 它们是同一个作者 它记录了在章鱼老师那个生态里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动物 它们一般会在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地方 然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 反正有点像你在书里面赶海 这本书不管是摄影还是叙事 都充满人文关怀 而且里面的动物 我相信大家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看到 作者的每一张图片 旁边都有一段 当时拍这个图片的经历 或者说是他所见到的故事 比方说海盔怎么打架 戴文长旭猫杀的卵 是什么样的 当然还有他和那些投足缸动物们的邂逅 我觉得尤其是喜欢那部电影的人 应该会非常喜欢这本书 然后摄影极好 那下一个我要推荐一本小说 蜡姑吟唱的地方 蜡姑 是不是听不出来他是讲什么的 蜡姑是个啥呢 他长这个样子 是一种淡水熬虾 和小龙虾很像 他的特点就是对水质要求极高 就稍微有点污染 他可能就死了 他咒服夜出 然后是杂食的 偶尔会吃一些动物的尸体 这本小说的主角 也被叫做失地女孩 可以说这个人身上 就带了一些这样的特点 他是真的远离人群生活 然后活得很像个原始人 他对人类社会是感到一些害怕的 然后只有他在失地里 那些小动物 那个环境 能够让他感觉到个安心 我并不想透露这本书的剧情 我会说 每个觉得自己 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人 可能都能从这个人身上 找到自己的影子 就好像这个人会画一遍自己的净土 他在这儿才能感觉到安全自在 他偶尔会感受到 来自他人的恶意 那偶尔也会感受到 来自他人的关心和爱 就他很想去感受爱 但是又不敢去追求爱 他总是和周围人 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并且准备好随时露出自己的爪牙 保护自己 这本书有人性 有自然 有悬疑 甚至也有些励志 你可以旁观一位 特立独行的失地女孩的一生 而且这本书 今年还出了电影 叫《沼泽深处的女孩》 不过我没找到资源 看过的可以在弹幕上告诉大家 就拍得还行吗 下一本 身体有我 看分辨你应该就知道 它是一本关于女性生理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 德国的女性健康科普作家 内容聊了些啥呢 我就读一下他的目录 你就知道了 第一章 比基尼泳库里的奇妙居民 第一节 万英解剖学 第三章 月经 一场暗潮涌动的红毯秀 第五章 前男友的大理 姓彬 第八章 避孕 胎儿请勿上车 第九章 乳房 有关这对凸起的一切 很显然 这本书是有关女性生理的一切 而且以一种 非常幽默 且图文并茂的方式 就给你扫盲 首先我不觉得这本书 只能限于女孩子看 我觉得男生也可以看 正儿八经的生理知识 还是看书吧 不要从小电影里学 那个就图一乐 第二个是因为 我自己是做自媒体的 我非常清楚 即便有六层楼先生这样优秀 且有专业背景的up 科普这类知识 所有的平台 还是有一条隐形的边界在那里 就是以至于我们 对这方面的表达 一直都是畸形的 今天我的字幕里 要是出现了月经 阴道 高丸 我好像犯罪一样 我今天就答了 你看着办吧 审核 反正这本书可以弥补一些 你可能在网上 不让说的话题 反正那部分 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这本书写的也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可以解答 很多女孩子的疑惑 我不知道男孩子 有没有这类书籍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分享一下 最后一本书 如何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 我就是被标题吸引买的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人类学家都研究点啥 学人类学有啥用 反正读起来 有一点哲学书的味 大致讨论了 人类学家是如何理解 文化文明 价值观学统 权威理性自然 比方说我们经常谈论的种族 这它根本不存在 你怎么定义一个人 算什么种族呢 他的肤色 他的国家 他生活的地区 还是他爸爸妈妈 再比如说中国的彩礼 婚三嫁娶 仪式的变迁 为什么这些仪式 可以流传那么久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 仪式背后跟权威 又有点什么关系 它们又怎么样影响我们 如果你看到一个 与世隔离的小部落的时候 它们还在以狩猎 采集为生 那它们就是低级的社会 我们就是高级的社会吗 那你觉得在 这个小部落里面的人 之间的关系更平等 还是我们现在的关系更平等呢 我觉得读这本书 给我的感受就是 它好像试图在教会你 如何回到一个 孩童的状态 来观察这个世界的一切 因为当我们在观察别人 当我们在judge 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本身就戴了我们 自身的一些文化眼镜 我们很难所谓的客观看待一件事物 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它容易让我们对某些事情产生偏见 甚至是偏激 而模糊了我们能够看到 事物本质的能力 我们的这个特点在历史上造成过很多荒谬 甚至是悲惨的结果 我觉得这本书能够让你有一个更博大 更包容的心态 来看待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物 唯一的缺点就是读起来确实有点绕 反正这件事我今年读了觉得 你们应该会感兴趣的书籍 而这件书我又不适合拿来细讲 就比较适合你们自己去读 当然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 你今年看过的不错的书籍 或者影视作品也可以 那么就阅读愉快 别忘了三连哦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 by bwd6